我們是母親的習慣 人家寶寶社福協會 其實是一個陪伴幼幼院孩子健康 長大為種子 社福協會 我們是著重在食用的部分 來到產地服務 也是為這個原因 帶大家到這一樣的一個產地 去看看說欸 我們實際上我們所配送的這些蔬果 我們到底都是怎麼樣種出來的 另外一塊我們也想告訴大家 挑選這個蔬果的過程當中 我們也想要為環境進到一份協力 跟我們所選擇的朋友都是友善種子 希望說也可以去支持這個環境永續的領域 不要說等下保護的社群前衛 其實是以陪伴越人和健康長大為重置 但其實健康的這個範疇非常的廣泛 最後就是我們收納然後歸練出是兩個方向 一個就是生理的健康 一個是心理的健康 那生理的健康其實剛才就有提到 我們其實是透過配送這個蔬菜蔬菜蔬菜 每一種蔬菜蔬菜蔬菜做我們這個主要的服務 愛神道美人任養這個農業 然後把農業收成的服務 配送給民眾派 三的民眾如果要參與的話 或是企業要參與的話 除了當職工之外 但也可以透過我們的觀光來捐款給我們 其實育肉院孩子是非常需要美版 去年我們有舉辦了一個 我們新規劃的活動 叫做圓夢計畫 孩子們可以提出他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然後我們再去支持他們完成他們的夢想 一般民眾或是企業也可以來參觀這個展覽 然後知道說 小朋友為什麼夢想會受阻 然後他們的夢想都是哪些 那還有另外一個活動 是比較小型的活動 是我們年底會有這個聖誕傳奇的活動 去上網去認購小朋友的心願卡片 可以收到自己想要的聖誕禮物 挫折的那個部分 我覺得在成立協會的路上 就是會遇到大大小小的很困難 因為我們實際是真的有在做這件事情 可以提升民眾信任感的這個方法 像譬如說 福泰分類集團 這次來參與的這種志工活動 那我們邀請有疑問的民眾 或是有興趣的企業等等 來實際我們的工作現場來參與 他就知道說 我們真的是種什麼樣子的蔬果 實際上真的有配送到育幼園區 在我們的觀望上 每一週都會有這個安心蔬果的週報 可以看到說 我們這一週配送哪些蔬果 是來自哪些農場 每一家育幼園總共分到的品項 是什麼品項 然後多少台積 就這些都是清清楚楚的協要商 追著我們合作的育幼園 越來越多 從一開始的五家 然後到二十家 到現在的四十六家 那其實現在已經不會有育幼園去 至於說 我們是不是真的會把蔬果 送到他們店去這件事情 我覺得只要透過堅持 然後還有去尋找一些有效的回覆方式 去改變做法 都是可以解決這個困難的 活動的範圍擴大 因為現在協會也成立 我活動的這個流程也都滿成熟的 那是時候是可以讓更多的育幼園 來一起做這個餐 所以我們今年度也正在跟 就是不同的玩弄場 然後去插談這個 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 可以讓這個陪伴健康的範圍 可以擴得更大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